您今天有 85了 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 围巾厂 围巾厂 就做那种脖子上的那种围巾 你看那大姐给您照顾的就不错 大姐给您照顾您多长时间了 两多月 那大姐那您这想家吗 刚出来两个多月 您刚出来您是哪里人 身心灵活的 一看您就照顾大妈 照顾的细心 无微不至 而且您这个人缘也好 一看 性格也开朗 大姐您在陕西那边您有 山西 您有 结婚了 孩子您孩子多大 孩子大的二十岁 俩 那看来您有俩孩子呢 小初中 在北京大的上大学 不是 在我们那里 那您儿子有出去 您省心了 您家孩子学大学什么专业 体育专业 体育 体育 哪项啊体育 我剩下的我就送了 那这属于特重生了 特重生 一看身体就好 真是 那您怎么想着来山西来登保姆呢 您当时 孩子上学要花钱 也是为养家 那您这也不容易 您那边现在生活水平跟北京比 是不是还是消费低的 低的多 低的多是吧 您那房价多少钱 房价 嗯 比这里便宜多了 是吧 那大概呢 两三千吧 好的城市的吗 城市的 两三千块钱 那太幸福了 而且大姐那山西人一般的爱吃什么牌的醋 这山西人吃的就是 陈醋 陈醋啊 就特别酸的那种 那大姐那您来北京 您现在登保姆能收入多少钱呢 四千五 四千五 还可以 还可以 真是 两千五 两千五 哎呦 是 那真是 大妈一看 大妈一看您跟大妈这个关系 别看来俩月 但是我感觉就您照顾了 感觉时间很长了已经 慢着点 两个男孩 哎呦 那可以 大姐 还得准备 你们那地儿也准备房子吗 就是男的孩儿要长大 我是农村的 农村有房子 那真是 现在孩子大了 都要走到县城里买房子 真是 到时候孩子看看您那张 真是 让孩子好好学习 得对得起您 这复书 那您春节回家吗 回家 春节就回家 小的还在家 还在家里 对